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时间9月25日星期三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 我们首先来看看国际新闻 下面请听报导 黎巴嫩首都布鲁特南部地区的 真主党根据地发布大规模的空袭 确认真主党火箭导弹部队司令被清除 有消息说 真主党敦促伊朗加入战争攻击以色列 但遭伊朗拒绝 而联合国安理会在今天召开了緊急会议 美军亦想中东增派部队 据CNN的报道 23日 以色列襲击了黎巴嫩全境大约1,600个疑似真主党的据典 清除了高级领导人 而今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地区 和真主党根据地巴勒贝克斯等地发动空袭 据说造成558名死亡 近2,000人受伤 以军方发言人说 真主党在贫民区 主船导弹和其他武器 从23日到今天 以色列对黎巴嫩不同地区进行了五波集击 也被称为北战行动计划 以色列空军从空袭开始记录了3,000多个 飞行小时 投落了2,000多个弹弱弹 所有中队的250架飞机 包括F-15、F-16、F-35和AH-64全部出动 以军证实负责真主党火箭、导弹斯 以及无人机的军事司令指挥官 腐败西在今天以色列的空袭中丧生 这些标志着真主党的领导层受到重大打击 而真主党声称在23日晚间 对塞巴布以色列海军基地发动了无人机襲击 这个基地是以军沙耶特13号特种部队所在地 以军报告说 三部无人机内的两部被拦截 不单止这样 今天真主党还首次使用了法敌3号导弹 击中了以军的参宣基地 这是一个指挥中心和区域装备库 另外真主党还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300多枚火箭和导弹 其中以色列古城薩福德被襲击造成大火 而薩福德有着根深蒂固的犹太遗产和文化 目前以色列国防军正向黎巴嫩派遣更多军队 有在黎巴嫩展开地面行动的可能 而黎巴嫩和序里亚有很长的边界 序里亚很可能会对真主党提供武器和数千名士兵 而联合国安理会今天24日 就黎巴嫩真主党以及以色列升级冲突召开緊急会议 担心中东冲突进一步加剧 据Axias的报道说 以色列和西方官员称 自以色列昨天在黎巴嫩上空开始空中行动以来 真主党多次恰求伊朗加入战争 并对以色列发动攻击 但据称伊朗总统表示时机不适合 有观点认为 伊朗突然和联合国想进行合武谈判的原因 就是他们惊恐地看到 真主党在黎巴嫩被以色列清算 并意识到自己很可能是下一个目标 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完全轻松地打败真主党 如果以色列得到美国的帮助 那么伊朗将没机会 很可能被轟炸回到石器时代 伊朗不单止缩沙 不帮自己的兄弟真主党 伊朗总统还在联合国大会期间表示 伊朗从未支持过俄罗斯对乌克纳领土的侵略 他尊重每个国家的边界是必要的 他说他们准备和欧洲人、美国人 就俄乌战争问题坐在谈判桌 伊朗过去可能曾向俄罗斯发射过导弹 但是自从他上任以来 就没有做过这样的事 而以色列 他呼吁国际社会保护黎巴嫩 防止黎巴嫩成为第二个袈裟 不过中共外交部长王毅 却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 中国永远站在正义的一边 站在黎巴嫩在内阿拉伯兄弟一边 在紧张局势升级中 9月23日 五角大楼宣布 将向中东增派部队 五角大楼新闻秘书 莱德没有透露有关增派部队数量 具体部署地区或任务的详细情况 但目前 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驻军 已经大约有4万人 五角大楼警告说 冲突升级增加了 爆发更广泛地区战争的风险 并警告美国公民离开黎巴嫩 而英国部署了700名英军到 赛普洛斯协助黎巴嫩的英国人撤离 24日 烏克蘭总统顾问福拉·苏克 告訴记者 在战场发言的俄军武器中 大约有60%的外国零件来自中国 对此 几乎已和一些製造商 针对此事进行长时间讨论 同时 俄罗斯太平洋艦队发布新闻稿说 该艦队与中共海军战艦 共同组成的一支突显艦队联合军演 福拉·苏克说 中共是最大问题 据《图片报》报道说 中共装甲车被俄军用在乌克兰战场 外界质疑俄此举似似在将中共拉下水 在联帝会议召开之制 中俄展开北部互动2024联合海军演战 中共派出两艘驱逐艦 一艘护卫艦林二号 和一艘综合補级艦 演战范围包括俄罗斯 勘察加半岛 以千岛群岛为界 向南至日本的北海道 虽然中俄在各国首脑参与联带会议期间 举行演战 但中俄的友好合作关系 似乎是否被俄罗斯人民认可 网传影片显示 有记者在街头采访俄国民众 问假如中国与美国发生战争 你们支持谁 结果大部分俄国民众表示支持美国 更有俄国民众直言 比起中国更喜欢美国 比起中共 他们更趋向与美国那样的西方国家 乌克兰总统扎联斯基则对媒体表示 与俄罗斯的战争结束的速度 比人们想象的要快 呼吁西方国家加大对乌军的支持 普京害怕针对俄国本土 傅尔斯克的行动 因为他的人民已经看到 他无法保卫他的整个领土 只有乌克兰处于强势地位 才能推动普京停止战争 24日 乌军对俄罗斯别以哥罗德地区进行了火力反击 在傅尔斯克州执行任务的乌克兰空降旅 23日发布通报说 乌军突破了俄乌边境的另一个地区 这是自乌克兰开始入侵傅尔斯克州以来 第二次成功突破俄边境 24日 我们正进入这场战争的第三个冬天 俄罗斯再次试图摧毁我们的能源基础设施 今年秋天 他们试图攻击我们的三个核电站 另据新星新闻报导 24日 白俄罗斯总统劳卡申科 在访问布雷斯特地区的军事训练刑时 突然表示 白俄罗斯必须为战争做好准备 儘管白俄罗斯不想战斗 但其对手正准备与我们作战 所以我们必须为战争做好准备 希望不会有武装冲突 据津巴布委一家媒体报导 立陶宛从津巴布委所谓偷走了17辆白俄罗斯消防车 并计划将其移交给乌克兰 去年3月 由于制裁 这些消防车在立陶宛港口被没收 近日路卡申科 响与所谓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领导人普希林回面 表示愿意在建筑、医疗和教育等领域展开合作 愿意在相同原则下 与乌克兰展开合作 此前本台报导 乌克兰在白俄罗斯边境集结了14000名士兵 并部署了美制多管火箭炮和重型火炮 波兰亦在白俄边境增派了8000名士兵 这些做法是为了防止俄国通过白俄罗斯 进繁乌克兰甚至北约国家 劳卡申科正处于两难境地 此前 白俄罗斯击毁入境的俄国无人机 意味着白俄的态度似乎真的发生草言转变 在某些问题上试图不站队 此外 据彭博社报道 电报执行长杜罗夫在法国被捕后 一位拥有超过78万粉丝的 親俄战争部罗客发文表示 这意味着俄罗斯武装部队通讯负责人 基本上遭到拘留了 24日杜罗夫突然表示 电报更新了其服务条款和隐私政策 他将根据有效的法律要求 向有关政府部门移交 违规用户的IP地址 和电话号码 将提供给执法部门所有用户的数据 此时将对俄罗斯产生何种影响 我们会继续跟踪报道 中共海军史上首次同时出动三艘航空母船 引发区域国家高度关注南海和台湾周边海域 不过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发表任内最后一次联合国讲话 再次强调了美国在支持台海问题上的立场坚定不变 外界认为 拜登的讲话直击中共痛点 为美国日后继续强力支持台湾做了肯定 据美国军事新闻网站《战区》23日报道 截至上星期 遼寧号航空母航打击群在菲律宾海活动 山东号航空母航打击群即在海南岛外海 同时福建号已经离开上海江南造船厂 进行新一轮海事 卫星图像证实 截至9月18日 这三艘航空母航都在海上航行 遼寧号和山东号的航空母航打击群 各包括至少四艘驱逐舰和一艘作战支援舰或护衛舰 很可能还有一艘攻击型潜艇伴翠 另外另一个由两艘驱逐艦 一艘护衛艦和一艘補级艦组成的 中共海军水面行动群也在日本海活动 报道指出 尽管福建号还未复役 但这些部署有力地彰显了中共海军日益增长的实力和能力 尤其是航空母舰战力 值得注意的是 中共两手现役航空母舰以前也曾同时出海 但现在这种情况正成为常态 今年夏天三个月内 就进行了三次上航空母舰部署 除了中国之外 其他国家的航空母舰目前也在印太地区活动 比如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上星期抵达南海 完成中东部署后返回 意大利海军加富二号航空母舰近期 也和美国澳洲军队举行联合演习 上星期 遼寧号及其护卫艦艇被发现在台湾东部海域航行 台湾国防部证实了这情况 战区指出 在台湾东部部署航空母舰为共军提供了新选项 可以从这一方向持续对台湾施压 同时也占据了阻挡美国或其他外国军队 在西进的战略位置 近年来 中共海空军活动日益最遭遇 台湾防御相对薄弱的东部 解放军近期的航空母舰活动 凸显了中共正在努力 扩大现有航空母舰的上规行动规模和範围 以及其不断增长的航空母舰红森 除了航空母舰之外 中共还计划接收多艘076型大型两栖攻击舰 每艘至少配备一个电池弹射器 预计主要用于发射无人机 报道总结说 儘管中共航空母舰在数量和品质上 仍然明显落后于美国海军的11艘 现役核动力超级航空母舰 但中共已经从拥有多艘航空母舰中受益 这一优势在未来几年将更加突显 拜登在联合国大会发表他任来最后一次讲话的时候 罕见地说 美国将毫不畏惧地反击不公平的经济竞争 反对其他国家在南中国海的军事脅迫 我们追求维持台海的和平与稳定 在同一天 七国集团G7外长在纽约进行了会面 并发表了声明 声明说维护台海两岸的和平与稳定 是国际安全与繁荣所不可或缺的 G7成员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没有改变 包括一个中国政策 G7还表示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国际组织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 下面请听报道 距离中共十一国商日 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 北京已经有风声鹤雷草木皆兵之感 9月13日北京地铁10号线某单站外面突然发生爆炸 9月22日多名网友发布影片 北京某单站地铁站外面发生爆炸事故 现场浓烟离慢 地面上有几块地砖已被炸开 在此同时 为保折日气氛 中共强拉访问离开北京 网传的影片显示 某单元地铁站门口的地下电纜 突然爆破着火 爆起了一个小火球 地砖被炸起了几块 爆炸现场露出了黄色烟雷 据网民透露 事故点连续爆了两次 附近的商铺都被迫停电 警察在爆炸点周围拉起了警界线 禁止民众进入 很多民众在现场围观 网友纷纷评论 有些说是电瓶车爆炸 也有人猜测 自从BP机爆炸事件后 中共非常害怕电子产品 也有网友透露 某单元附近有军区离退休干部大院 截至发稿 官方还未通报某单元地铁站外 发生延爆事故 以及具体原因 近日 共军史上首次三艘航空母艦同时出海 阿泰局势急速声温 而台湾总统賴清德今天24日表示 他坚持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底属 台湾绝不会签和平协议 据南华早报消息 共军最大承包商 中国北方工业公司上个月发表文章 声称开发出了一款超远程小型神封无人机 这款无人机可以以时速144公里飞行 飞行距离可达200公里 而台湾海峡的幅度只有180公里 与此同时 美国战区23日报道说 截至上周 中共的航母同时出海挑引 辽宁号打击群出现在菲律宾海活动 山东号航母打击群就在海南岛外海 同时福建号也离开上海船厂 进行三轮海事 挑引亚太安全的意味浓厚 9月26日 台湾民防会议 全社会防卫任性委员会即将召开 台湾总统賴清德 今天亲赴南桃园参与民防训练行程 他表示 保护全体民众身家性命安全是他的使命 有主权先有国家 有台湾先有中华民国 他身为总统兼三军统帅 会永远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 同时也坚持主权不容侵犯并吞 台湾的前途只有2300万人民来决定 他说 自前总统蔡英文到现在 他们都积极强化国防 不管是国防自主 或对外军事采购 賴清德表示 不应该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里面 2010年 台湾对外投资有83.8% 去了中国大陆 但到了2023年 只剩下11.4% 台湾已经将多数资金 转往东南亚国家 美国、日本、欧洲等地了 賴清德强调 台湾要与民主阵营 站在一起 用加强备战力备战 他深信只有团结合作 一定可以成功守护台湾 这片热爱的土地 多谢收听本节的今天的新闻 再会 所有人都在明天 你永久不止 对 言计 西湾